看到世界快速再转换的过程之中 我们也了解到呢 一位圣人的降临 无非也就是因为整个世界在翻转的时候 必定圣人道 我们也感恩这一步一步的传存当中 也是因为在2567年当中 整个娑婆世界地球呢 正面临的是整个万有宇宙当中 在黑暗里面 甚至务必会承受 沉住坏空 神助一灭老 所以这时候在我们2567年当中 透过梵王经告诉我们的来返 八千多次 也就是乔达摩西达多太子 降临在家卫射城 我们也看到呢 投胎在进梵王 摩耶夫人 从这个名称当中 我们就知道他就是我们的 西达多太子了 也透过他的降临 让我们真正了解到呢 能够从飞翔飞翔触天 几乎是已经证悟了 所以他又从头在告诉我们 为什么会特别无问之所推荐了 因为从阿弥陀经当中 看到本师释迦摩尼佛 了解到呢 这个五浊二世 唯有能够透过能闻世经 就是闻阿弥陀经 受持诸佛 菩萨所受持的吉文 及受十方诸佛的父持 所以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 就是呢 因为信愿行 因为呢 透过信愿 而能够往生 得阿弥陀罗三秒 三菩提勒 这就是我们的导师 导师呢 能够呢 透过在飞翔飞翔触天 又重新来返当中 透过八项而成道 能够这个肉体 所以我们能够像导师 如此的殊胜吗 所以在千年 亿万年的黑暗里面 我们揭开了 揭开无量光 无量寿 透过一句阿弥陀佛 而且现在所有的世界当中 不管透过所有的 何谓外道 就是透过这些神通了 我们也从那眼睛 更加了解到呢 为何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就是我们所谓的魔 就是我们自身的心魔 从眼耳鼻舍身 这些所带来的 知识控制 但是佛是要让我们了解到呢 从戒 如何从戒 而展生定而发挥 所以在戒定会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个叫 普勒体木叉 不共外道 代表就是说 我们唯一从至深 好好的实证 在透过 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我们用中文就是 无上正等证诀了 所以佛是透过呢 在印度当中 说了49年的法 所以最后呢 能够透过呢 根气 从觉悟三菩日当中 所印证的 透过华眼三菩日 到后来呢 就开始讲了这个 阿寒经十二年 看到这个时间允许了 就讲方等经 大方等经的 大圣经八年 慢慢在寻着赤地呢 就讲这个 波罗经二十二年 到后来整个法伐涅槃 所以我们也从整个 上护业 再来呢 不失威 再来念头的清净 佛的一个赤地 一个赤地呢 针对整个身闻 圆觉当中 让我们能够呢 进入到方便有一土 从菩萨果位当中 进入到 十报 庄严净土 再进入佛以往生 长级光土当中 了解到 这个树穷三菩 横遍十方 在这个五卓二世 唯一就是特别推荐了 所有的 从华严经 无量寿经的 阿弥陀经 如此的 据实的告知 这是所有 三十六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 同名同好 诸佛所赞叹的 称我名者 共愿 共成念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这是我们 如此殊胜 能够拥有 透过现在 这个世间当中 所有人类的 文明病 人类的这一些 大脑的退化的机制 无法印证 连现在所有 顶尖的科学家 都无法了解到 所谓的 忧郁遭遇 甚至呢 大脑退化到 路易斯症 阿兹海默症 八经绅士 甚至这一些 维系的 维学管 如何真正的 清静通达 也唯有透过 真正的 南无阿弥陀佛 能够让我们的 维管里面 所有的管制 都能够 完全 透过 以细胆简 也就是老二 哲学 就是以谦卑当中 说佛 如此的谦卑 是达到 真正的平等 要不然在印度 96个外道 能够如此 在佛的 清静之中 透过现在 所谓的 东方升起 再透过 西方代表 我们懂得 看破 放下了 所以期盼 这一刻 能够带来人类 真正达到 平安喜乐了 一切荣耀 都回归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